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第二節的曼迷早晨節目 今天的第一節就講了一個比較重的題目 講一下普巴會不會去曼城 相信各位朋友也都看了和可能流了言 如果你還沒看的話 就記得看今早的影片 以及留言說一下你自己關於這件事的感覺 以及怎樣估計 畢竟今天香港也是一個公眾假期 所以這節第二節講一個輕鬆一點的題目 尤其是在這部分的上半部 我會以一個稀笑奴米的形式和大家分享這個資訊 下半部就講多一點我自己的感受 今天這節講什麼呢 就是大家畫面見到 講我們的隊長是如何練成的 第一部分上半部就要和大家講講 一個訪問 這個訪問呢 這個訪問呢 就是一個媒體叫做 就是一些事件 而泰利和麥加亞兩個都是球會的隊長 就是之前泰利踢車路士的時候一定是隊長 現在麥加亞也是我們的隊長 所以在這個節目裏面 他們其中一個環節就是分享了 隊長應該是怎樣的 說真的 太利說什麼呢 我就不會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了 因為我們大家都未必這麼關心 但是我們大家一起看看 我們的隊長 麥加亞 怎麼看一個隊長應該是怎樣的 首先和大家講一講 原來不講我真的不知道 麥加亞現在是拿了一個紀錄 就是說什麼呢 英格蘭的防守球員來說 他代表英格蘭入球 原來是最多的 我不知道入了幾個球 總之是入了很多球 但是當然 大家看到他在萬元的紀錄 剛剛相反 他也有入球的 不過沒有英格蘭那麼多 另外 回顧回一回體 2019年 當時來說 我們的環境也是一般的 而麥加亞初初來到萬元 的確是踢得不錯 所以蘇西柱當時來講 在找新隊長的時候 就給了他 做我們萬元的隊長 其實他當時來了 只是一個非常短時間 所以 是一個挺特別的舉動 待會第二部分 我會講講 這件事 對他有什麼影響 或者對萬元這幾年 有什麼影響 好的 在這個訪問裏面 麥加亞就說 一個隊長應該有什麼特質呢 首先第一件事 他說 隊長不能夠遲到 一定要準時到達這個訓練場地 甚至乎他應該是 頭幾個到達的 當然我們不是在卡令頓生活 但我也蠻相信 隊長麥加亞是做到這件事的 好 第二件事 他說 就要做一些 多一點的 Extra Beat 他就說 要做多一點的 例如 他在健身上 我的評估 就是說 他覺得 我們做訓練 或者健身的時候 他要做多一點 就是有一點做一個 role model 就是 做一個榜樣 讓我們的隊員知道 我們要去盡 但是 我自己說明 這部分 我用一個稀少老馬的形式去做 究竟 隊長 在跟衣室裡面 或者在訓練的時候 做什麼 Extra Beat 我就不知道 但是在球場上 比賽上 比我們經常見到 他做的Extra Beat 真的不太有利 球隊 例如 他會撞到自己的球員 例如 例如 他會有時候 解圍的時候 就當我們自己的 後衛隊員 當別人的前鋒 解圍 或者 你明白嗎 拜尼那裏 撞到梭爾那裏 我不知道這個 是不是Extra Beat 好 好 接著一件事 有趣 他說 要Consistency 要穩定 說真的 這件事很過人 其實穩定 可以有兩個解釋 或者兩個演繹 就是穩定地好 和穩定地差 我不知道 麥隊長 究竟他的穩定性 是怎樣去計算的 好 接著他就說 Always Available 即是說 經常都要預備好 以及為球隊去出戰 或者為球隊去 即是球隊需要你的時候 你要預備好 或者你要在這裏 這樣 這個我真的說真的 是毫無疑問的 因為 我還很記得 他初初來曼聯那段時間 他一直都 不斷地為球隊上陣 也都是 英國都一樣 也都說真的 可能因為這樣 令到他近這年紀 就受傷比較多些 而且他真的很想 為萬元球隊上陣 或者為英格蘭上陣 都未必可以 因為始終是傷 所以這件事 Always Available 我覺得 麥加亞做到100%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 他這個信念 好了 下一個 就是關於紀律方面 他說你不能夠老莽 不可以 整天都拿些愚蠢的紅牌 這個信念 正正解釋到 很多朋友經常說 喂 有什麼事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去跟球證理論 甚至乎 拉開自己的隊友 這樣 麥加亞 親口說的這件事 我覺得就是為什麼他經常會這樣做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第一 不要亂投訴 無端端拿些無謂的紅牌 或者黃牌 第二 他甚至乎想保護自己的隊員 希望他們不要亂來 所以就拉開他們 讓他們不要拿些無謂的紅牌 和黃牌 說真的 這件事究竟是好還是壞 真是因人而異 你個人的看法 你自己本身的人是怎樣 有時都會對於這個看法有不同 但是 只能這樣說 麥加亞 他自己怎麼想呢 他就在這個訪問那裡分享了 大家都可以明白到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好了 接著下一點 極度有趣 他說 就不可以很容易 Being Dread out of position 即是不可以很容易離開自己的崗位 這樣 即是說 他作為一個防守球員 離開自己的崗位 立即有個漏洞 被人打進去 但是這件事是個人的 這件事又是那句 訓練時候他怎樣 我不知道 但是在球場上高 老老實實 在這一屆 麥加亞有多少事是因為他離開自己的崗位 所以 會令到我們失敗 大家自一二人判斷 不過 我自己的估計 欺笑老闆波又出來了 麥加亞的意思是 我不會被動地被人失敗 令到會失球 或者防守有漏洞 我自己的離開自己的崗位 是我主動的 因為我要幫忙進攻 或者我要補回我隊友的漏洞 所以我才離開自己的崗位 離開自己的位置 這樣 所以 實際上是怎樣 我想 始終在比賽中 大家自己看到 也有自己的想法 OK 以上 那幾點 就是我們的隊長 麥加亞覺得隊長應該是怎樣的 好了 欺笑老闆日就完畢了 讓我講一些我自己個人的感受 關於隊長 老老實實 麥加亞來到曼聯 他那個 負責任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Available Always available 就是球隊要他出場的時候 他一定出場的話 這個毫無疑問的 但是 說真的 大家都還記得 他剛才來到那段時間 其實表現得真是不錯 令到我們的後防 真的穩陣了很多 也曾經在上一季 有些朋友做了一些統計 說 當麥加亞不在隊中的時候 我們的防守真是差一點 這個我相信 也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影響 畢竟他在高空波方面 的確是有他的能力 所以 也因為 大家對他的期望很高 所以蘇斯一查 當時很快就決定了給他做隊長 說真的 隊長有兩個位置比較容易 如果做隊長 就是中堅位置 以及中場的位置 很多時候都會在這兩個位置的球員做隊長 很多時候不是一定 所以我也明白為何他這麼快做隊長 但是我覺得這不是蘇斯一查的負全責 他只是一部份的責任 其實我覺得辦聯整個管理層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共同責任 就是說 他們 是落了重注 落去麥加亞那裏 說真的 就用了這個很貴的價錢 買了它回來的時候 這個已經是管理層的共同責任 不只是蘇斯一查 所以既然他說 我也落了重注 下去了 因緣制宇有機會 這麼快讓他成為隊長 我就壓多些注 其實這件事 不一定錯 也不一定對 但是 採數方面 或者 繼續發展下去的故事 就令這件事變成一個比較負面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做了隊長不久之後 其實也不錯 那時候的發展下去 和比薩卡一起來的 大家記不記得 但是 去到某個暑假 他在希臘 說真的 當時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在節目那裏 那時候也有和大家 即是得到的資訊 多少就說多少 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沒有人知道 但是老老實實 也是因為那件事 令到麥加亞的表現上高 或者信心上高 心態上我不敢說 不知道 是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他原本是一個很穩定的後防 變成現在 就經常患得患失 雖然 我們很多不同的巴友 或者曼聯球迷都說 其實踢法上 他本身已經是一個問題 所以 如果是摩連奴教的曼聯 可能他會踢得很多 因為我們會倒後一點 對於他的踢法上也會好一點 但是蘇斯一查 最初也是會倒後一點 記不記得我們也是防返球隊 所以他沒有問題 問題不大 但是當我們想變化 進化 成為一隊比較偏向進居的球隊 問題就出現了 其實 踢法上的確是一個關係 但是更大的關係就是信心方面 就是希臘事件之後 他整個人都有點方塞塞其兵 很多我們剛才我用欺笑老闆說 說他的事情 其實都是希臘事件之後 說真的 其實提提大家 那件事還未完 其實希臘那邊 現在都是一個暫時的決定 就未知到最終的決定是怎樣 當然他一天不去希臘的話 好像就應該未必要被人 就算有事也不會被人抓去坐牢 好像我不肯定這件事 但是呢 心裏面始終有一條刺 還有呢 這件事不影響他 我覺得是有影響 給我們看到的東西 所以呢 雖然剛才我說 萬聯的管理層 下了重注到墨加爾那裡 但是他們不會猜到 希臘事件發生的 所以就真的有潛案發 也說大一點 就是高級一點 就是說 其實他們重注到一些英格蘭兵 在現在這一刻來說 就看不到那個很正面那邊 就是萬聯管理層 預計的效果 因為現在來說 你看到所有英格蘭的兵 在萬聯裡面 都是看得不好的 都是看得不好的 都是看得差的 再加上現在管理層 就已經有個改變了 就是說 他們想找廷克來到 當然了 廷克的踢法 英格蘭兵有多適應 有多合用 大家自己會有個想法 大家也有個簡單的評估 那所以呢 說真的 我覺得哈里麥加亞 來到萬聯 事實上 也是令到整個 整件事 或者這麼說 都是萬聯管理層這幾年 就是那個落錯注 那落錯注 可以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自己砸東西 或者是不要採都行 因為有時候做一個管理 採數 一些客觀的環境因素 都是一個元素 而他們是控制不到的 那所以呢 我覺得呢 整件事來說 哈里麥加亞 其實來到做萬聯隊長 原本 可以是行得很好的 但是實際上 現在讓我們看到 有些問題要出現 那說真的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管理層 我現在說的 不是蘇紫一茶 不是蘭力級 不是廷克 這是一個萬聯高層 同樣一起做的決定 既然 他們已經選擇了廷克 即是我們踢法上高 或者落重注落英格蘭人 那個方向 應該已經轉變了 那麼 在隊長方面 現在我們都說 麥加亞 自從希臘事件之後 有時候橫得說實 心態上 可能也有一條小的刺 做萬聯隊長的壓力 一定比做一個普通萬聯球員壓力大 是不是時候去 作出一個決定去扭轉這件事呢 但是 無端端 你還在這個球隊 不是轉會走了 而沒有了你的隊長秘章 我們中文有時候叫做 褫奪 這個詞 絕對是一個負面的詞語 怎樣可以 說真的 你除非賣掉麥加亞 那是另一件事 如果你不賣掉他 但又不讓他做隊長 這件事 怎樣可以在 球隊裡面 跟衣室裡面 還有 向外公關方面 做得英俊 而令到整個球隊 包括麥加亞 都會重拾一個向好的方向呢 這件事就是考考 我們萬聯的管理層 究竟怎樣處理這件事 因為 如果他們選擇 繼續讓麥加亞隊長 不處理這件事的話 我覺得 所謂的改革 或者什麼 可能真的做得不夠徹底 有時候 很多事情做得不夠徹底 就會 拉著尾巴 就未必的效果 是你想像中那麼好的 OK 這次來到這裡 大家都可以講講你們的意見 多謝各位收看收看收看 拜拜